县政府推行人口政策宣导措施 自县长上任后连续四年容获绩效优良的肯定 更是这一项宣导业务推广以来 连续七年都获得绩效优良的佳基 并在今天县务会议中 由计划处长将这一项殊荣献给县长林之庙 人口政策作之宣导的绩效优良奖 县政府指出为了让乡亲能够在宜兰安心生养 宜居乐业县长折成县府团队组成 推动扫子女化对策工作小组 整合民政教育卫生劳工等等单位 推动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和友善职场等等相关政策 来提供县民有感的服务 蚁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 报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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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